福州古建筑 是专瓦牧师契承的敏都文化之书 保护传承中守望着乡愁 感悟着新生 福州 一座拥有两千两百多年建成史的文化古城 底蕴厚重的古建筑 沉淀古城气韵 浓缩文脉精髓 是岁月留下的赠礼 数亿万计的福州古建筑和古文物 经过精心修缮 保护提升 鲸花客鸟 画动雕梁光彩复显 颜牙高拙 燕己飞天 风华重泄 书写着福州的 旧史新章 鲸花鸟 古厕为根 文化为魂 家风祖训里 循迹敏都文韵 砖瓦物史中 舒怀 荣辱兴衰 千年古城底蕴之上 古厕新生 绽放出夺目的芳华 林泽徐纪念馆 原为林文中宫祠 位于三方七项附近的澳门路 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林泽徐史料展览馆 移门庄严 辞厅端方 多座建筑形质不一 深距江南古典园林神韵 遍难左海伟人林泽徐 一生荣辱跌宕 古词讲述着林公泽徐 气壮山河的壮举 指挥军民在虎门硝烟的历史 苟立国家生死矣 岂因祸福必屈之 闻中共的家国大义 汉人心神 三方七项的郎官巷内 坐落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严富的晚年居所 两座宅院 皮帘相接 主座天堂高厂 劈泻拱位 话听中西融合 颇具民国风韵 被誉为近代中国精通西学第一人的严富 翻译了天眼论 原富等大量的西方著作 开启民智 勿敬天择 使者生存如降古惊雷 唤醒了一代代自强自立的中国人 鱼山顶上 为纪念明代抗窝明将七纪光而射的七宫祠 历经百年沧桑 重换光彩 七宫祠厅 白云寺 捕山京社 彭来阁等九处文物修缮繁繁新 再现当年风貌 园林雅治 词语宣唱 百年功词 气欲宣昂地讲述着七将军 带领七家军杀得窝寇丢盔器甲的战士 拔剑光寒 窝寇胆 拔剑光寒 拔芸手指 天心月 天心月 灵象随已去 这份护我中华的铁血丹心 为无数后来者 心火相传 平山南部的华林寺 以历千年岁月 金层一座大雄宝殿为宋代仪购 是长江以南最古老的木构建筑 那硕大的斗拱 传奇的工艺 甚至跨越山海影响了日本的大佛样天竹样 见证了中日建筑文化交流史的远远流程 爱金庄 如宝 是永泰防御性民居的典范 从最初的敬天爱人守护家园的建造初衷 到近十余年持续不断地保护修缮 古老的庄寨里 清风依旧在 四水长归堂 无数传奇故事 唤起了人们对家的牵挂 莲江渡堂的青山绿水中 掩映着一座灰红古厕 三落厕 这座莲江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古民居群落 经过全面的修复改造 从衰败的三晋四合院 优雅转身 成为古运清新的民宿旅游胜利 门外是古朴雅致的民室建筑 门内却是现代闲适的度假生活 古今映照 别有意趣 远离都市喧嚣 榴莲木墙带瓦间 在潺潺水深陪伴下 享受难得的乡野悠然 探访福州古厕 触摸古城根脉 335个古厕保护提升项目 为福州古厕寻回精魂 唤醒生机 使得千年闽多的精神之根深扎入土 文化之魂有所依邦 古厕有灵 如灯如炬 他们所积添的荣城故事 所孕育的人文魅力 激仰着福州城市文脉 延绵不绝 也为后来者照亮 前行之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照